Hello 我是Lamina 我是Iglu Desert Boy的創辦人 我在中蘭有一間薯膏店 開了三年 我是六歲的時候 離開了香港 跟家人搬到加拿大 十年前 我在紐約搬回香港 在香港做了十年的建築業業 機緣巧合 我休息了 去了意大利玩 到處都是有雪糕店 覺得在香港很有可能 可以做到這間商業 所以回來就開了一間雪糕店 意大利雪糕是會偏甜的 香港人的口味比較沒有那麼甜 所以就試了很多不同的製品 適合香港人的口味 由開店到現在 現在差不多做了有九十至一百隻口味 經常都有新口味 是因為想人們來到有新鮮感 譬如有白桃糖 有可拉克 柯華田 另外還有檸檬甲心餅 簡硬多士 都是小時候很喜歡吃的東西 所以回來 是會掀起這些小時候的回憶 所以把這些元素放在雪糕裡 大家都可能會有些共鳴 如果你要做一個商業 你一定要搜到它去賣錢的時候 例如你不好天 或者冬的時間 你要好天的時候 要想辦法去做好盤生意 可以平均回到你的收入 再加上可以做活動 然後將來做複製的商業 可以穩定一點的收入 雪糕可能一天好一天不好 但活動已經是包了一個套餐 我可以預計到分量和人數 這一年開了Incider Scoop 就是一間做像中間廚房 可以做到全市的商業 還有可以做到親子的活動 在這裡學做雪糕 做雞蛋仔 可以和視頻一起玩 或者做公司的活動都可以 最想做到的事情 就是去到多些銷售點 大眾也可以吃到 就不用去中環天星碼頭